無論是那個開放資料也好 或者是官方的啦 企業的啦 反正只要有開放資料 那當然你可以把這個資料 就是抓下來 然後做後續的應用 至於你要把資料做什麼應用 我想就是看你之後 當然一般可能會先把它儲存起來 那也許你可以在利用之前講的資料庫 後面部分 也許你可以跟前面我們講的資料庫 總共 所以這一題 總共它下載會有四個欄位 你可以在Create Table有沒有 早上那個Create Table 然後四個欄位 然後你可以把資料一筆 一筆的印射到那個資料 所以它好像有230幾筆資料 你可以把它印射 跑回圈 一個一個把它印射進去 那再來 我們的目標 就希望說 最後可以在Database裡面可以看到 這樣就是一個結果 要怎麼做 第一個 先那個 網站找到這個轉成的這個 它是一個CSV 把它下載下來 一般習慣是 集進來先把這個資料下載 你可以觀察一下 這個資料按右鍵 你可以把它用 我講過了 你可以用編輯的話 會用那個資本幫你開 記事本裡面 其實可以先用 另存新檔 什麼事呢 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透過另存新檔 可以知道一個訊息 什麼訊息呢 編碼方式 資本 如果是 ANSI CP950 這個是一個答案 有時候我就是第一步先看一下編碼 當然 官網上 當然它給的那個訊息是錯誤的 所以這個當然 你也不用管 大家是不是 反正有時候我就先看一下 這個的話呢 透過什麼 按右鍵 Pay Plus Plus這個 去知道說 它後面 一個什麼呢 因為這個穿接符號 基本上在記事本不會顯示 可以透過這個地方 知道說 那個換行 這樣呢 就有兩個 一個是反斜線R CR 斜線N F 所以這兩個東西 我要做處理 處理的方式 分成幾個階段 第一個呢 這整個資料呢 下載 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先切 切它的一行 一個list裡面 也許可能先放在list1 再分別去切 它的中間 所以我可能 切這個list會兩次 當然還有更多方法 也許你可以找找看 Python有沒有更多套件 可以幫忙做 不過我發現 這已經夠簡單了 那利用 裡面的那個Splitter Splitter的話呢 它可以怎麼樣 先幫你那個什麼 Splitter 這個幫你切什麼 切後面 反斜線R 跟反斜線N 再去切斗點 那我們來試做一次 這個的話呢 我們來秀一下 這個最後的結果 當然第一個 你先一樣 先那個Python上面 也許你就新增一個 那個Module吧 然後名稱的話呢 我名稱取叫做 ReadC V 台北的Park 假設這個名稱 然後 我呢 一樣是Import Record 所以你一定要先把那個 Record的套件 先幫我把它下載下來 因為它後面就不用做了 但一般 其實就很簡單 環境變速可能也是一樣的 只要找一下畫面 Mac好像又不太一樣 那就是說 我要找到那個啦 找到路徑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知道入境 也沒關係 你就是 你那個什麼呢 你的那個入境 哪個入境 這個規格入境 這個路徑 把它複製一下 到那個路徑底下 Enter也可以 你先到這個路徑底下 你打PIP 應該也OK 即便你沒有環境變速 也可以執行 這個方法啦 但是常有自己 如果你經常要安裝的話 還是建議要設定環境變速 否則的話 這個還不是這個 每次你進陌路裡面還是挺麻煩的 OK 那不安裝法 我覺得它要打一些指令 也是太方便了 會不會將來有一些工具 我想將來應該也會 不過目前安裝的法只能用這個方法 好 那接下來就是 第一個 我們下載試 我先把它分幾個步驟 第一個我要把這個裡面的 資料 並且把它print出來 那我輸出的方式就是第一個 我方面import之後的話 然後再把它print print什麼呢 實際上我就是 我可以怎麼樣 用recall 物件 把資料到一個html 物件裡面 那它裡面的資料呢 基本上你可以透過 點html 裡面的一個屬性 就要點著 可以把它全部取出來 那音質的這個要加 因為如果沒有incoding的話 那會是亂 所以我們把這個print出來 第一個階段 它就全部出來了 基本上呢 它已經顯示出來的結果啦 但是 這樣的結果 因為我希望怎麼樣 可以把資料做切割 那它是用豆點做隔開 因為CSV的話 基本上都是 那如果說希望 把橫線的縱向 通通做切割的話 那我大概就要知道說 我後面透過那個no++ 裡面知道 它有結線 r跟n 所以我會做兩次切割 第一次 所以你看 我有些 會 會 就是分解 這個是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是把 這個資料 用 這個 後面 請你幫我 做切割 切割的話請你怎麼樣 幫我後面的部分切割 就是說 這樣切 這樣子 那裡面還是 請你幫我 先 一筆切割 分兩階 切割完之後 幫我把 所以切割完之後 你可以 把放在list1裡面 就是怎麼樣 再去做 第二個階段切割 但是裡面有一個 那我要怎麼樣 把它全部切割 那後面的話 寫個for回圈 把那個完的資料 分別 把這個資料 一個一個的 再做第二次的切割 那第二次切割 那我需要 先把第一個先抓出來 第一個的話 就是list1 中瓜糊 0 表示一筆 所以我這邊的話 可以從0 到它的總筆 1 它好像會多一個 所以我把這個 最後一筆把它剪掉 然後一個的怎麼樣 把它剪掉 在sprit之中 第二次的切割 是 痘點 因為你把 這個 這一筆中 一個都有痘點 然後把這個資料 放在list2裡面 那分別 2裡面的資料 再分別的把它輸出 輸出的話 我這邊是用那個 TAB 像之前 把它組成 輸出 OK 那你會發現出來的結果 就會是我們的 TAB 所以這個 主要切 切完之後的話 那我把第一筆 再 找list 那list2中間 再利用什麼呢 用那個 就是我們的符號 我跟你講 就是把它這邊 加一個TAB 一個一個 總共的話 那我這邊總會有幾筆資料 0 1 2 3 總共四個欄位 那分別把這些 再分別逐一輸出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這個成法呢 基本上 我應該把它放在 程式沒幾行 其實非常簡單 那我也把它放在 下面這邊 OK 那底下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邊 結果 程式的話呢 應該會是在 這裡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先下載那個CSV 那你會發現 相對的CSV 它的下載 跟切割 只要用一個SPRIT 一層 欸 就可以搞定了 他滿方便的 那 可是我下載的目的 只是為了要看到後面 不知道什麼情況 好幾個 好? 對 我來找你 很好 好 謝謝